目前廣州正式啟動第一批吸入式新冠疫苗加強接種工作 那吸入式疫苗究竟是怎樣進行接種的呢 今天我們來到廣東祈福醫院 一起去體驗一下 現在我們工作人員會把這個疫苗通過專用的儀器 把它放在杯子裡面產生一個抄襲的霧 在這個霧已經做好之後15秒鐘之內把它交給病人 先吸氣呼氣然後打開口罩把所有的霧吸到肺裡面去 在憋5秒鐘就完成整個接種過程了 我吸的過程中沒有什麼感覺 但大力吸進去的時候可能嘴巴稍微有點甜甜的 但本身來講跟平時呼吸感覺差不多 有一點點甜甜的就是類似那種奶茶的絲滑感 宿舍機型的每個需要0.5毫升 而吸入型的因為直接把它變成非常小的物 直接到達我們的肺 所以我們只需要五分之一的用量 就可以完成一次一次的接種了 18歲以上加強針 前面兩針用的是滅活也好 康辛諾也好 它都可以選用現在這種吸入型的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